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呃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呃 很高興能夠這次因為主張戰機 能夠有機會再回來跟大家見面 呃 謝謝大家這麼長遠的支持 嗨 謝謝你們 耶 真的 今天粉絲辛苦了喔 各地趕來 不過能夠看到這個無奇論的新的作品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 我們先介紹這個角色好了 因為這次我剛剛一直強調說 你是演一個反派 但好像本來他是正派人是嗎 其實這次選擇演這個角色 對我自己來講也是一個很過癮的一個過程 呃 我以前沒有演過有那麼大孩子的爸爸 呃 這一次演 你演照麗穎的這個女主角的爸爸 然後也演一個本來是一個正派的人物 那後來就變成大反派了 呃 變成大反派的過程當中 也經歷過很多內心糾結的部分 就像以前拍戲的時候 我是不可能 對女生動手動腳 是 說話大聲都不可以 但在這個戲 我什麼都做了 該打就打 該罵就罵 對 聽過癮的 聽過癮的齁 因為很多事情在家不能做嘛 至少在拍戲的時候做 有些事情 對不對 戲裡面好好發揮一下對女人 你們把你的經歷 難道為了 對 不應該虧你的 因為你也知道我很多事情 那我們 我們聊戲 真的 碰到這種童年的我 夥伴就很尷尬 好 不過說真的就是說 這樣的角色一定很有挑戰性 是的 待會我們請齊龍哥跟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讓大家看一段片花 讓所有朋友趕快入戲 能夠進入這個戲劇的狀態 讓我們再來分享到底 包括製作人的身份 怎麼樣去經營打造這部戲 同時在演這個 魔忠忠祖的角色的時候 他又怎麼去詮釋 他拍的位子 謝謝 那拍著拍著就覺得 其實應該再加一點這個 再加一點那個 應該在製作上再把它做好一點 是 其實很多東西是我們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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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直不斷地在網上添加的 那當然出來的效果 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百滿意 但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 我真的覺得我們是很有誠意在做一部戲 盡全力了 做到到位了 對不對 在戲裡面也有一些簡單的吻戲 對不對 簡單 這個大嫂有建議這些事情嗎 會建議 不會 不會 因為他自己也在他的戲 他也有 演員就這樣嘛 專業 但是製作人說真的 一個人要分事兩角 你一向是要很客觀地去看這個戲 一下你又要很 進去綠桃的角色 你不覺得雙股成分還挺累的嗎 其實是真的挺痛苦的 因為其實在拍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碰到 如果說就以製作的角度來看 那有些時候譬如說 像我們要考慮 就是我明明在橫店拍就可以了 對 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大家把所有人都搬到廣西再去拍 是 那明明其實別的公司 人家花可能一百萬做動畫就挺好的 對 我為什麼要花一千萬做動畫 會死 這個其實就是會有很多內心的增加 你到底想幹嘛 對 那尤其像有些時候 我又是演員又是製作的時候 其實還挺可憐的 就譬如說 可能譬如趙麗不在 那剛好有一些工作出去了 對 我就得去電影 啊 就 他不在 那這個時間不能空下來 對啊 沒東西拍就拍你吧 就拍我 對 其他演員搭戲 就拍戲的人 對 OK 然後這包括可能有一些層面 我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其實 我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 就 我大家 剛剛在畫面裡面有看到 有一場 有一個鏡頭還蠻酷的 就我在我的那個山洞裡面 是 然後一發功哇 然後之後我也啪啪啪啪啪 那是我們自己搭的棚 我們那個棚自己搭的棚 還有搭的小河 還有流水 還有很多 造景的環境 天啊 那個鏡頭就第一天拍了 然後第一天拍 剛才炸完之後呢 那個棚就停電了 這道電啊 因為整個下面的水池全炸 是 不該炸的也被炸掉了 對 都炸漏了 所以又 全組就停工了 然後 重新又開始兇 那整個組 對 但是當下看到那個畫面 人家就覺得 哇 不捨了 然後 兩天不能拍啊 這下怎麼辦 就會有很多這種糾結的地方 明白 這就是雙組身份 必須要承擔的 對不對 如果只是單純的演員的話 發佈的就在橫店拍完一切 可是一製作人角度 就覺得 該去廣西就去廣西 該去哪 對不對 該去哪就去哪 而且我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一直在用很多新的方式 跟新的組合 是 就比如說你們可以看到畫面 我們會有 傳統的 中國色彩很重的水墨 對 水墨化的一些特色 然後又會把很多動畫的最新的科技的東西 也加在裡面 那所以 拍攝出來其實是 呃 在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 在這個戲出來之前 應該還沒有 就是像我們這樣的一個 推理方式的東西 所以 我們還是覺得 做得不認真 絕對的 這個吳奇隆辦事 大家放心 他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這樣一個老大哥的角色 當然做製作人要關切的事情 是特別多 包括剛剛講 如果別人已經不在 他就得跳出來電檔 所以你會 你還會在意什麼事呢 你知道有些製作人 會在意火石般的好不好啊 或者是大家 這個人 也會管很多 其實什麼都得管 卡斯你也管嗎 Casting 卡斯也是不定的 陳偉廷 還有這個趙麗 恩恩 包括 後面我們做的時候 怎麼做宣傳 怎麼做發行 包括整個 大的IP 整個產業店 要做哪些事情 都要管 包括我們 我們 你也沒聽過哪一部電視劇 他要做整張的原生帶 然後我們戲裡面 我們又找了 許志安來唱 找了趙烈穎來唱 找了周比唱來唱 找了我來唱 哇 很多大咖 對 就是希望說 能夠在不管任何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都能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是很認真在做這部戲 是 所以Casting 你也管 對 最近我身邊有個演員 你可以幫個忙 我知道 好 後拍獎你會比較跑不掉 大家可以作證這樣 我已經把資料都傳出去了 28年交集 這個都不用 什麼時候用了 是不是 好 不過確實 吳祁龍真的 這叫做適地攻擊 但是也是代表我們這位大哥 始終對自己的作品 是非常負責的 不過當然我想在過程裡面 還是有一些開心的事情 雖然你看到這個成果 真的很圓滿 但是演壞人這件事兒 你看你從一個帥氣的師弟突然間變好 然後大鬧鼠山 要去搶那顆石頭 變成綠桃 然後大家都很怕你 那麼有沒有什麼情緒上 或者功課要做 其實我們 坦白說我從整個 包括自己整個造型開始 都是要自己花時間去設計 然後戲還沒開拍 大概前兩個月 我就已經決定我想演這個反派 那這反派 大概穿審康類型的衣服 審康的造型 我經常到半夜2點3點 還在跟造型師 還在討論 在發圖 你要看 可以參考這個 可以看這個 然後可以做這個 那包括我們造型上 是不是加鬍子 甚至要戴上美瞳 然後放大片 對 後來做了造型之後 大家看覺得還不錯 可是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以前我 我是 沒戴過眼神眼鏡 所以我戴美瞳 我會 不適應 就會 我 一開始的時候 每天要花一個小時一小時 就會戴那兩個眼鏡 我怎麼 沒戴過的人會很怕 那個感覺 就是大一個手指 他就戴了 他怎麼樣都進去 就掉出來 然後每天要 花一個小時 就多花一個小時 戴那個眼鏡 是一隻眼鏡一個小時 還是那隻眼鏡 OK 然後因為每次拍 我們就可能拍 一開始就是一小時 拍到晚上 他就會覺得很磨 對 很重 可是你拍戲裡面 又要經常要表現 你眼神很銳利 很狠 很狠 所以那個就是 經常你要照鏡子去練習 出來大概什麼樣的效果 了解 包括沾上鬍子的時候 我們講話都不一樣 因為 平常你講話 髒嘴 罵人 大笑都可以 嘴心變自在 你沾上鬍子之後呢 那個型態是變的 所以你要去考慮說 你每一個反應 做到什麼程度 大家看得見 然後又不會發揚 又有效果 又不會把那鬍子撐開 這個 相當有 就傳發了 了解 沒想到有卡關的 睡在那個美瞳的隱形 眼睛上面 對不對 辛苦了 所以做製作人 又要做主角 真的不簡單 辛苦你了 所以片酬的部分 也是自己給嘛 就說烏七龍 加一點吧 請問製作人 這該怎麼處理呢 啊 拍自己的戲 和片酬都會比外面低 真的假的 真的 感動呢 因為你另外拿製作人費嘛 對吧 我講這種感覺啦 沒有 我看過很多啊 江頭上舟 都是這樣在看的 所以真的沒有 真的嗎 你發誓 我發誓 對吧 你沒有拿製作人費用 沒有啊 讚 你看 真的沒有啊 而且為了做 鼠山這個戲 我是真的兩年沒有拍其他戲 好像是耶 你這一陣子就是為了這個 對 前一陣子都為了這部 對 花很多時間耶 完全整整的兩年 從前期的手奔也策劃 包括 是 他的周邊產品 包括他的遊戲 所有的我們都參與 對 對 粉絲來了給點掌聲 這就是你們的偶像 沒有變過 甚至更像一層樓 更有大哥的風範 以前照顧左右各一個 現在要照顧一桿子的人 這樣整個劇組 辛苦你了 是 好